他靠着一张高级脸纵横网络 一张神言更是神似亚什兰黛代代言人 与乌克兰小王子CP势头正热了他 可以说是引领高级变装潮流 没讲到一招因马面群事件遭到全网的嘲讽 声明不真情实意也就算了 再次出口惊人被厌恶 他究竟都做了什么 今天宝宝就带大家聊一聊 亚什兰黛解安娜 全网纵用600万粉丝的他 可以说是绝对高级脸的代表 在别的网红还在靠着卖爱国人设时 安娜就靠着自己的脸 开始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变装道路 一条香奈儿的视频 让他的高级脸瞬间杀出了一条血路 收到全网粉丝的追捧 不少网友更是因为他高级的长相 认为他真的像亚什兰黛品牌模特 虽然姐姐与品牌没关系 但只要长得好看的人总是有优待的 随着安娜名气的暴涨 他也开始了在中国市场 不少广告商更是纷纷找他门来 前有花西子等国货品牌 后有亚什兰黛亲自下场 可以说真的就是命运的宠儿本人没错了 但这样爆货的安娜 最令人疑问的就是 他到底有没有结婚 靠脸走红的他可以说是高级的 但他也有着一张完美的人气感 虽说没有被官宣是否结婚 但这样的高级脸 看起来就像是不好搭的样子 但万万没想到 在网友的万众瞩目之下 亚什兰黛小姐姐却和乌克兰小王子 斯拉瓦组成了一对喜闻乐见的姐弟CP 虽说就是小王子压不住姐姐的气场 但两人高级的长相 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的程度 本以为安娜会因此一路爆火下去 但没想到 近期的他却因为一些言论 遭受到不少网友的抵制 众所周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上下5000年的历史经常受到抄袭 前有棒子瞎拿我们的历史生怡 好友小日子过得不错 虎视眈眈 更有迪奥马面群事件引人不适 本以为稍微有一点了解中国历史的 应该都知道马面群对于古代史的意义 但是安娜小姐姐却不这么认为 她竟然在公开场合大言不惭地表示 自己支持迪奥的言论 认为马面群跟迪奥的没得比 这样的低情商言论 瞬间引起一众爱国网友的不满 虽说大家喜欢她精致的颜值 但这也并不是她可以污蔑国家的理由 于是安娜的评论区便一夜之间瞬间沦陷 不少网友争相声讨 认为安娜应该为这样的言行道歉 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她是无心之事 还在贴心地帮安娜了解中国的古代历史 试图告诉她马面群就是中国的 显然这样的言论也终于触动了安娜 她选择发布一条声明 但完全可以说是必中就轻 这也让很多网友表示不理解 纷纷要求安娜的一个解释道歉 但没想到 她的一句话瞬间让无数网友对她好感全无 她大言不惭地表示 难道还要我道歉吗 这样低情商的发言 让无数网友震惊雅士兰黛小姐姐 是不是真的因为网友捧得太高而飘了 不少网友更是表示 她是不是不知道 上一个说这样话的张纳拉 已经再也不能来中国了 但面对网友的评论 安娜却显得十分淡定 坚持自己没错 不少网友甚至揣测 所谓的声名也并不是她自愿的 而是为了能够继续全钱 让自己的中国助理代写了一篇 其余的看都没看 直接就发了 但没想到 这样的猜想却受到了广大网友的认同 再把门看来 不论如何安娜的名气再高 但只要是涉及到我们国家底线 我们就不能让步 马面群是中国的 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也希望安娜小姐姐 不要成为第二个张纳拉才好 大家怎么看待她的低情商发言呢